来我们又聊嘛 就是说你说是算是朋友圈里出名的卖伴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所有的人一开始我都会就是朋友 啊聚聚聚聚 去干嘛 哎呀唱歌唱歌 首选 去每次一定是去唱歌 然后到了KTV 后来跟我熟的朋友 就是跟我真的是特别熟的朋友 我一说去唱歌 他们都很很残忍的要拒绝我 他说跟你去唱歌有什么好玩的 你就一直抱着话筒 也不跟我们聊天 也不跟我们玩 要不就在吃 要不就在唱 他说你也不喝点东西什么什么的 大家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他说给你唱歌不去 给你唱歌太没意思了 我们在一边玩 你在唱歌 我说多好 我给你们助唱 是不是你们有美妙的音乐亭 还能还能玩多好 他们后来就真的是就改 就后来跟我特别熟的朋友 就都知道我的性格 就就很少都不建议跟我去唱歌 那网友说特别喜欢爱唱歌的你 那要现场来一段吧 刚才好多网友都说来一个唱一个 好唱一个 大家准备好掌声啊 准备好鲜花和礼物 歌词最近有学学学之谦的刚刚好 然后歌词可能有点忘了 如果要逼人起了家 量出一条伤疤 不看得更远在哪 可是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的办法 他劝你不如退下 如果分手太复杂 如果分手太复杂 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 故事要没必须藏着真话 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 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哇 现在好多网友说唱得嗨唱得好 然后包括爱峰影CP说发专辑吧 你有一个想做歌手的梦吗 有 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场会 我曾经 因为我有一个化妆师 我们之前都一直在红电拍戏 就每次他都给我化妆 每一天我都会就是去化妆间 然后打开我的音乐 然后跟着一起唱 他真的非常非常能忍受我的歌声 然后一唱就是化妆一个小时 一唱就唱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跟他说一句话 我说十年之内我一定要开个演唱会 然后一定要请你去 哇 网友说好幸福的化妆师啊 其实挺煎熬的 你想想看每天早上还没睡醒的时候 就要请那一个人鬼哭老好一个小时 对 然后也有网友说好想去听 如果开演唱会的话 他们一定会去支持 对 那刚才说到那个化妆师啊 然后因为像在八腰清晨当中呢 也有迷媚就想问 看到明夏的这个角色 这个妆容比较白很嫩 然后都说你白过清晨了 然后那你自己私下有什么保养的秘籍吗 私下保养的秘籍 我很奇怪 我到了冬天就会白 到了夏天就会黑 就真的两个反差也挺大的 可能因为冬天太阳比较 出太阳比较少 太阳没那么烈 然后我觉得保养的方法 我觉得最好的保养方法就是 早睡早起 然后坚持运动 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保养方法 然后你的身体状态好了 你的皮肤自然呈现的状态 就会很好 哦